请问您对这个新一届特区政府及特首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期待就是我们提高我们的行政的效率 就这么简单 您觉得这一届特区政府和特首最急需要他们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他说要结果嘛 我就是要结果 很多事情拖拖拉拉太长了 现在我们没有一些很严重的政治的问题要处理 就是我们香港做什么事情都要很长时间 效率不高 所以我们要提高这个效率 但是也要保持我们的素质 这个最重要了 所以这个李嘉川也提到说要进行公务员的改革 您认为说对于公务员的改革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 您认为这个公务员体系现在目前存在 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不是什么这个规矩可以处理的 你要得到他们的心 要这个团队的精神 这个需要实践的 也要讲这个领导的人才的 就这么简单 这个温宅团队跟这个公务员本身要磨合 其实你之前都没有提名到李家超 今天是不是都会投票支持他呢 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之前不提名 因为他没有政光 对我来说政光都没有我怎么提名呢 他政光出了之后 我有一次都跟他有个视像会议 我是个人都接触到他的 历界特首没什么认真 讲清楚香港其中一个深层次的矛盾 个个就说是房屋房屋 跟着就说青年人不满 完全是因为住屋 我一直都不同意的 青年人不满除了住屋 是因为他不能够透过他自己喜欢的工作去寻食 要靠家庭 跟着要靠政府 这个是青年人最无奈的 因为不是个人都是尖子 不是个人可以做律师医生 又不是个人可以从事科技 科技你考试啊 读书不是有兴趣的那些 科技都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所以绝大部分年青人呢 中六毕业呢 十个我相信至少都五六个呢 是想从事其他一些 一路以来社会上没什么市场 又不是好看得起 又给不到钱的工作 我讲个例子啦 餐饮啦 发型设计啦 是吧 很多很多年青人喜欢的东西 所以我一路都是推政府 建这个恩怒填海 建个国际赛车场 你这些东西呢 就令到很多年青人对于机械工程啊 宣传啊 那些有兴趣 这类东西呢 这类东西呢 是政府一定要带头起的 那我最近都有和李珊都沟通过 关于这方面 当然我不可以说他怎么看了 但是政府 他现在的政綱 说他会提供不同类型的工作嘛 那问题是那些工作出不出利钱呢 前不时做得到呢 如果长远要政府补贴的 没有意思的嘛 是吧 例如我刚刚讲的赛车场那些 就政府不用补贴 他自己可以一路自力更新做下去 年青人绝对有兴趣的 风学啊 力学啊 是吧 很多东西 电池啦 电车啦 这些东西全部都不是说真是 所谓占纸才可以做得到的东西 但是呢 李珊在那个政綱里面呢 其实都是一些很方向性的东西 都没有一些很实质的 很仔细的政策 喂 老实讲 他一个这么短的时间 突个政綱出来 如果他里头的东西 很细节呢 我还害怕啊 是不是 没可能的 如果他讲到太细节了 分分钟随时转态 他连管治威信都没有了 所以必然是方向性的 他什么时候要有细节呢 就是他第一份施政报告 第一份施政报告 他就要有细节了 接着他五年的施政报告 一定都要跟着他这个政綱 那施政报告呢 就要有时间表了 就要有结果了 所以以结果为目标 这个是口号来的 你真的要做到呢 就要有时间表 有路线图 那我想看他第一份施政报告 里头有几多是数字的东西 或是有几多是概念的东西 市民民主席 市民民主席 市民主席 政府想要做 和其他人的額外的額外 在理論上的額外 在其他人的額外 在額外的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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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的額外 那是一件事 我認為是第一件事 他需要看待 因為政策的政策 可以做出選擇 where it may not be even feasible to be implemented so where do you apply pressure and when do you listen to the civil servant and then change your promise to the public you just look at the past administration the way we change our COVID policy is actually quite frequent and sometimes, for example recently we opened the beaches and the swimming pools but it seems like a lot of the government-related pools have not received prior notice until 24 hours before like Ocean Park or the public pools so the public are wondering why is it that given CE has announced pools to be open that all the government pools need to take at least a week to 10 days so these are all things that they need to really pay attention to okay go to the police whatever unit you want to have a big Marco I'm not where you want to I'm gonna call go gonna 感谢观看